эзок 錢包根本上是煩面的行為 當作媽媽不能教孩子 去做一些迷惑事件 對家長來說是一個很壞的示範 那小孩子如果將來知道自己是頂包入了一間學校的話 對他們永世都有一個心理的影響 永遠都覺得原來我在媽媽的生活中是這麼差勁的 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就社會來說 大家看到近一兩年 當社會風氣越走越偏 其實很多現在的學生或大學生 他們走到這麼偏激、這麼邪門 我們現在做不到社會醒覺的話 往後去是很危險的 所有不跟一個正式的規範做事 都要嚴正指出的 不然大家試試做到違規的事 大家又不管 那越做越過路 我猜現在這些大學生出現這樣的大問題 都是因為由小的問題開始 家長一定要自己以身作則 行得正極力靜 令到那些小孩可以在成長過程 看到所謂對與錯的觀念 不思議 咱們還是按摩 有趣的